上週金鐘獎你有紅毯造型 有被說像生魚片 你自己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很酷 就是好像也剛好過的一個主題曲 好吃的上週金鐘獎 喂 這主題曲也太Cue了吧 范少勳28日出席 頂級羽絨衣品牌新品上市派對 一身帥氣綠色圖騰羽絨夾克 帥氣可一定都不輸上週金鐘獎 不過說到金鐘獎 上週少勳的紅毯服裝 被網友笑說是生魚片 他則至少也因為這樣 自己得到一首主題曲 上週金鐘獎你的紅毯造型 也是讓大家討論度非常高 除了帥之外 有被說像生魚片 你自己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很酷 就是每個人心腸的角度不一樣 因為我自己覺得穿起來 蠻舒適蠻自在的 但好像也剛好過的一個主題曲 那當時大家都蠻說什麼 好吃的超級的這些 就好像也蠻有記憶 蠻有討論度 我覺得也是一個蠻大膽的嘗試 那因為像上週金鐘獎 很多好友都有得啊 像阮三個又有得 但他們好像說 你好像前幾季代賽的 今年他們才 你有你才得 我覺得 就有私民帥感 跟我開這個玩笑 他們知道我是好麻糬 但 可能如果沒有我 他也會有他老兄弟 哦 那未來有機會再加入他們阮三個嗎 其實我非常 非常期待跟隊友想要 就是因為阮三就像妹姐說的 就是 他永遠是一個大家的大家庭 那 每一個阮三的一份子 都 是一個 讓大家更有相信力 更有明確的一個地方 那未來還有什麼新戲要跟大家見面的嗎 哦 下半年應該會有一個模仿飯 然後最近期的話應該會有舞台劇模仿 就是 希望大家可以近期的一起看戲 就是我第一次舞台劇哦 對 除了范少訓之外 他先兴28日也出席新品派對 頂著一顆變質長期腰部的雷鬼頭亮相 一出場便引起全場驚呼 頭髮也是 首次嘗試這個造型嗎 對 就是如果自己工作的話 我第一次 一小時的造型 然後做得很快三個小時 覺得還OK嗎 習慣嗎 我很喜歡 我其實一直都有在流場的打算 然後 這一次就是現在讓我想像 就是接流場試試過 上週金鐘獎 就是華燈的姐妹們啊 都沒有得獎 你自己有私下安慰他們一下嗎 我比較不是走溫馨路線 但是我會用行動心情 我會想辦法讓他們了解 就是讓他們知道其實 有沒有得獎 其實沒有關係 在我心目中 你們一定是那一個晚上最美的 我看來都是 就是舞美這樣子 但男友的部分也沒有得 有沒有安慰他一下 有啊有啊 我有就是說 就是舞在街街在場 然後 我也相信他明年有很多很好的助理 然後 相信他明年也很希望 那你自己未來 有沒有什麼新作品 會跟大家見面嗎 欸我忘記了 應該有有有有 明年有 接下來有拍夜影 然後也有 也有戲劇 然後我才剛 其實是一個 就是 來自我 對 應該是明年有少女生 真的是太讓人期待啦 不論是邵訓的首次舞台劇 或新穎的新電影 都讓粉絲們迫不及待 趕緊看到新作品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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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